欢迎回到POP大国民6点到7点钟的时段 今天6点钟我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 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他就是联合报的副刊 编辑式的主编 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 他自己在这么多年来的文字的工作里头 他看了很多的人 所以这段时间他连续出版了两本非常有意思的书 一本叫做文字首艺人 顾名思义文字的首艺人 当然是一个标榜的在那一个 有点像是手作的手工的那个年代里头 某种复刊的感触 但是他同时也写了另外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 这本书如果你从书的一个面来看的话 书名叫为延年代 有延的为延年代 但翻过来看 书的另外一个封面是为延年代 但他讲的都是日常起居里面 我们对于食物这件事情 烹饪这件事情 以及连带的家庭人际之间的互动 那这样一个多彩多艺的女生 我要怎么介绍他呢 让大家自己来听听他的声音吧 宇文正 哈喽文正你好 世平兄你好 宇文正是笔名对不对 对 好 那认识他的朋友都知道 你把这个三个字倒过 就是就是他的本名了 余文正 取名宇文正 我这个年纪的人呢 我就要说一个冷笑话 他也常说我喜欢说冷笑话 你不会受到刘文正那个世代的影响吧 好 文正当副刊主编多久 哦 快十年了 但是你进去工作不止 不止我1999年 没错 你进去的时候 联合报复刊 当时的主编是陈一芝吗 所以雅玄雅公已经退休了 好 那我比文正大 大很多 所以我到联合报系工作的时候呢 当时复刊就是雅玄雅公在负责的 好 那岁月悠悠 雅玄先生都已经退休了 而且呢 他的诗坛的成就 还有在复刊的成就呢 早就已经是写入台湾的文学史了 可是文正接手的年代 刚好是复刊 其实压力蛮大的年代 对不对 整个社会的氛围 读书的那种氛围 图书市场的氛围 全部在快速的改变 对 然后媒体的变化更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你为什么喜欢复刊的工作 但一方面是工作了 一个job了 可是我们常说嘛 job之所以不只是job 就是因为他还有career的这部分 你能够另外再写出一本文字手艺人 一位副刊主编的知见 苦乐 表示说你对这个副刊 你不只是把他当job 你其实当成你一生的career了 其实我们这一代很多 就是学文的 尤其是女孩子 很多在学生时代 可能都是校刊 或者就是 就是一些学生刊物的编辑 那种早年 就是在想象里头 就会觉得 副刊 或者是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 可能就是 对我们这种人来说 最好的工作 对 那我进副刊之后 其实我原来的想象并没有 有的是 就是说 可能走进山里 山已经不是山了 可是我没有 我觉得 对 我反而是越走近 我觉得我 我看了更多 然后 我反而更喜欢这份工作 文正呢 因为长期在副刊工作 然后在文坛 他闯荡 他有非常多的朋友 所以各位看这两本书 除了他本身的文字非常好 他的不管是叙述的文采 非常的流畅 或者是散文小说式的笔法 非常的动人之外 更重要一点是 看这两本书 还很过瘾的是 你看到他很多的文坛 终生代的朋友 纷纷替他跨刀 这个是一个相当感人的 比方说文字手艺人 一摊开来 推荐序的第一篇 就是简真 我的学妹 那简真的文字 各位都知道是没话说的了 他直接就写魔幻手指 读这个文字手艺人有感 而且一个非常长的一篇 相当长的一篇推荐 做复刊的另外一个好处是 大概在这长年的工作里头 文坛的大大小小的朋友 交了一堆吧 尤其是跟我年纪比较近的 就是五年级世代的朋友 特别多 特别感 他的另外一本书 待会我们要跟各位一起聊的 包括维唐年代 还有维言年代 有其中一位 就是郝玉祥 那这些大概都是典型的 五年级生 对 还有张曼娟 对 所以等于五年级 这个世代的写作群 想想还蛮恐怖的 对不对 包括我认识的一些 像郭强生 正单了 就是竹梵 不是 不一一列举了 这个文坛的 这一块五年级生的势力 严格严格讲起来 现在也都是中壮之年了 这年纪到了吗 都到了一个中壮之年 其实我们也经历过一段 这个折兵损将的一个 很悲惨的 的岁月 就是有一段时间 就是连续的 黄国骏 袁哲生 我知道 一个个离开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 我们要好好的互相 互相勉励 大家要互相帮助 那时候真的有 有这样很深的感慨 现在的年轻的孩子 或者是年轻的写作人 大概对于复刊的印象 跟我这个年纪 或像你这个年纪人对复刊印象是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真的就是一个自媒体的年代 他想要写作 他就在自己脸书上开一个部落格 或者是脸书上开一个粉丝页 然后就会有人来跟你 每个人都是一个主编 每个人都是一个主编 可是我们那个年代 像这个文字手艺人里面有很多的 很多篇的这个文章 我都读来都会心的一笑 那个年代真的是要投稿 你投稿到复刊去 然后复刊会不会用 还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呢 我记得长年以来都有一个印象 就是像连复都有一个很棒的传统 他们在退稿的时候呢 大概都会稍微付一下 一个说明 把稿子退给你 甚至如果有时候 雅公还会亲自写一下 写个一封信跟你讲说 视频这篇文章我看到了 非常喜欢会留用 然后你把那张信纸把它留起来 现在都用email 我一定就说文字手艺人 这个手艺这两个字呢真好 因为现在全部都是用电脑了 用email了 对 现在还有你还会收到作家用手稿 有啊 尤其是诗人 诗人 对 对 但是老一辈的还是有 老一辈还是吗 还是有 哇 那都是如获 如获至宝呢 对 对不对 像余光中的字 没话说 对 真的没话说 连那个余光中先生上次出版十几的时候 他寄本给我 他前面就用前面的那个书的空白 这样写了几句话 哇 每个字都功功整整 你晓得我最怕我太太看到这种 我太太看到就会说 你看看你写字跟鬼话符一样 你看人家 啊 余老师 他对 每个字都是功功整整 非常漂亮的语体 那是真正手艺人的一代 好 作福看这么多年 最快乐是什么 对你个人来讲 最快乐啊 我觉得 呃 我 就是我想象中的天堂 就是每天就是读读书 听听音乐 好像生活就是就是这样子 那有这么一份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阅读 但事实上现在复刊工作还是这样吗 其实还是最大还能保留这一块 最大宗的工作 但是虽然压力很大 虽然是压力很大 对 我所压力很大就是说 因为他们的工作不止复刊了 他们还有一个整个是文化中心 对不对 嗯 文化中心里面有文化的相关的版面 其实你负责的版面不止复刊了吗 对 我们复刊等于是一个 对呀 的 就变成一个家族了 联合报信 如果各位常常翻的话 包括兵分 家庭 家庭 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一 有一个文学相对论 这也是他们的 也是他们的管辖范围 然后还有包括国外的 连晚 连晚的周末有复刊 然后以前还要支援国外海外的 现在还有 还是吗 有两个 海外有两个版 泰国世界日报 泰国没有 但是北美有两个版 对 所以你就晓得说 现在的复刊的工作压力 也是很大的 但是整体来讲 那个你当时对他的 某一种复刊的期望 大概还是 那个基本的精神 还是保留着 因为他 他的核心 复刊其实面对的 一个是稿子 一个是作家 一个是读者 大概就这几样东西 那这些元素 他都还在的 只是你对应的方式 你使用的工具 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他的精神是一样的 但是当你写文字首艺人的时候 你这书名最后把它定成这个文字首艺人 这个首艺人三个字 你晓得 其实各宗之味 非常非常的优妙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其实是真的很希望 喜欢复刊的人 还是回来看纸本的复刊 因为纸本的复刊 我这个首艺人呢 其实包括 这一个复刊的行程 从作家 作家其实就是首艺人 文字的首艺人 然后到 到我们编辑的一些戏所的工作 然后美编 然后里头 牵涉到的插画家 摄影家 这些 这些美 美一样到最后的印刷 这些 我觉得都是首艺人 是这些人完成一个 一个美丽的复刊 所以如果只是从电脑上看 你看不到这种感觉 没错 我想这就是首艺人的 复刊首艺人 或文字首艺人的某种乐趣了 好 各位如果对这个 这一块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宇文正 她的今天来跟我们聊天的 其中一本新书 文字首艺人 有路文化 为她要出版的 我们带回来 继续跟宇文正来聊聊 她的复刊生涯 她同时也是一个妈妈 也是为人妻 她的首艺非常好啊 待会回来继续聊 副刊的工作 文正 复刊的工作 因为像复刊 你看连复吧 她已经是一个 众望所归的复刊了 跟这个人间是并称两大 对不对 按理说 她是不缺稿的 对不对 你们的烦恼 应该是稿子太多吧 对 那通常碰到这种 稿子太多的压力 一个复刊要怎么去处理 一个复刊的主编要怎么处理 每一个都有来头呢 而且现在复刊又不太适合 像以前那样长篇大论 对 然后你登个两三天 连载个两三天 大概压力又很大了 其实我觉得 我在这份工作里头 最大的压力 其实就是退稿 而且还是 不是退小咖 是退大咖的稿 常常 这也是常常的事 通常这种大咖稿的时候 姿态要很低吧 要啊 要跟她拜托 对不对 总是要很委婉 说这样我们登不出来 什么原因 希望她能够谅解 每天再请求别人谅解 我们常说以前 年轻的朋友真的很难理解 以前常说 Gatekeeper 守门人 复刊主编就是一个守门人 他们决定了一种文学的美感 什么样的文字 像好的文字 什么样的诗 什么样的散文 什么样的小说 叫做一个他们觉得 可以推荐给读者的 所以他们是一个Gatekeeper 可是反过来讲 对某些 心静的作者来讲 或者是一些渴望能够登龙门的 在复刊上登文字的某些作者来说 他们的内心可能就充满了很多的忧怨 就觉得说 每次登都是这些人 都是这些大咖 为什么我们新生代就很难呢 但我也要跟各位讲 也不是说真的很难 而是说就比例上来讲的话 真的不容易 这么多的人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复刊在这些年来 努力的一方面说了大咖的文字之外 其实我在我认识的复刊从亚璇到陈一枝 再到宇文正 其实你们也很努力的 透过各种的方式 比如说跟学校合作 办一些文学奖 然后去看到新秀 鼓励新秀文字登上来 计划很多的专题 那些专题都可以让一些新秀 从各方面来出头 我都喜欢开玩笑说 终于宇文正也知道了 复刊也走下神坛 走下神坛要来直接面对 面对一个网络数位的年代 自媒体的年代 可是我倒觉得 即使这样 我对复刊 当然我知道复刊压力很大 可是我对复刊从来不会觉得 他完全悲观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终于还是可以在某些 共识上知道某些文字的美 某些散文的叙述里面的优雅 深邃 然后把人跟人的关系 那么样子曲折的 但是又真诚的把它弹露出来 你晓得有时候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是觉得复刊的存在 真有它的价值 它保留了一块 人的内心深处 透过文字来挖掘的时候 有一块花园是属于复刊的 复刊替你保留了这一块 否则你大概就是真的 所有的文字都没有任何的禁忌了 你刚刚这段话 可以反复的重播再重播吗 真的真的 有时候我翻翻复刊 突然看到一两行的诗 就觉得说天哪 文字存在的价值不就是这样吗 就是我们保留了某一些文字 替我们的某一种心境挖掘出来了 而且我们的诗的栏名叫做漫漫读诗 漫漫读诗 你同时还是一个 其实跳脱一个文字工作者 写作者跟一个编辑的工作之外 你晓得他也是人的组合吗 文正自己几个孩子的妈妈 一个 那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你的写作里面是替你的孩子在做便当 对不对 其实没有很长了 就真的三年 三年还不长 三年还不长 七百八十个便当 对啊对啊 你后来我看你文字的时候 你有特别把这个数字讲出来 七百八十个便当 当然不可能不重复了 对对对对 没有我相信要不重复 那他太厉害了 不过他孩子应该也不会记得 有道理没重复 可是因为总是隔一站时间 你变化一下 隔一站时间变化一下 然后你吃个二十几天 三十几天 一个月以后 再吃到第二次的便当 你其实感觉就OK了 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就说同样也是一个上班族 所以某个角度来说 虽然是边附堪 可是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太太 作为一个妻子 作为一个妈妈 作为一个女性的上班族 这一块 你跟其他的职业妇女 或者其他的妈妈 那个气息是相通的 只不过你更幸运的时候 因为你可以用文字 来把这个部分讲出来 对 其实我 我记得那个小孩小的时候 我自己带他嘛 那我会觉得 在带孩子长大的过程中间 其实是他带你去看你 你已经遗忘的 的世界 那后来帮小孩 做便当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觉得 一开始觉得 可能是一个苦差事 可是做了之后 其实他又帮你找到一个 你自己可以去挖掘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 在一开始做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的 那后来那个便当做完了 他上了大学了 那现在写这个 维研年代 维唐年代 我是用小说的方式 来写实物 那我记得有时候 我在演讲的时候 我会碰到 那个学生问我说 老师那如果没有灵感 写不出来的时候 怎么办 以前我的回答 我一定都是说 写不出来 那是再去看书啊 就阅读 你就会从里面 找到新的感受 可是现在如果 人家还问我的时候 我的回答都是说 写不出来 那你就去做饭啊 你去做菜啊 对 那其实食物也可能是 每一个人 他记忆的一个窗口 没错 你现在讲的 我完全同意 因为当你做饭 这件事情 或者是尝试一个 日常生活里面的 做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 这件事情本身 它其实就是一种 感官的新的体验 对 你在感官新的体验 那现在 这些还差的只是说 你有没有办法 用适当的文字 去捕捉它 你知道的 在很多的朋友 如果觉得 饮食的这个文学来看的话 其实台湾的名家 早就辈出了 比如从我以前 年轻一点的时候 看吴鲁琴的 或者是看这个 唐鲁孙 然后一直到 像林文月老师 饮善杂技 他把他这个饮食 跟他的师生的关系 在家里办家宴 或者像我们说的 王轩一 家宴与国宴 那种笔法 其实或者像交通 其实饮食的东西 已经很多人在写了 对 可是你完全不用担心 他会不会重复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每一个人的 饮食习惯不一样 就算同一道菜 做法还不一样 我有一次记得 好像就在 就在你的 你的版面上 写了一篇 写了一篇 讲那个 我妈妈的葱油饼 你知道吗 那我后来把转贴 到我的脸书上 发表以后 贴到我的脸书上 结果呢 我就收到好几个朋友 有的认识 有的不认识 告诉我说 他们家的葱油饼 跟我家的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你晓得就很有趣啊 就同样是葱油饼 可是每一家的 都有一个差别 可是那个差别 你晓得 差别的背后 就是非常 非常动人的 都跟某一种 爸爸或妈妈的习惯 那他那个习惯 就影响他的孩子 然后孩子就记得 这个妈妈的 或父亲的首位 那个首艺的味道 所以我才说 今天访问宇文正 顺便也谈到 这个围堂年代 或围炎年代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书 因为他的书 从两边开始开展 一边是围堂 一边是围炎 可是各位都会发现到 在日常生活里面 光是为孩子 或为家人 做一道菜 本身就是一个 生命记忆的延续 一个新的感官体验的开发 所以我觉得他动人 是动人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还做吗 做啊 做呀 可是你上班时间 拉的也蛮长的 对 一下午就出门 对不对 对 然后一直到晚上 回家吃晚餐 对 但你还是到大学 他会回家吃饭吗 周末才回来 但是先生要吃 哎呀 那你可以写 那你真的可以写一个 写一对夫妻的浪漫了 好 我们再回来继续跟宇文正 既是一位副刊的主编 也是一位烹饪的 美食的 饮食的 作家 他怎么样子 出入在这几个 不同的领域里头呢 文字手艺人 还有 维唐年代 或维延年代 在六点到七点钟 在晚餐 大家回到家里 做晚餐的 这个时段里头 我们访问了宇文正 很特别 他既是副刊的主编 也是一位作家 也是一位 可以做饭 做菜的一位职业妇女 然后他写出了 两本非常有意思的书 文字手艺人 讲了一个副刊的甘苦谈 主编的甘苦谈 也写了一本 维唐年代 跟维延年代 告诉大家 在糖跟盐 这个非常重要的 也非常基本的 食物的这一个 搭配的这个味道里头呢 所看到的他的人生 跟他的家庭生活 通常 我要跟你请教 一定有人会问 我可能可以做很好的菜 可是我到底要怎么去写 一定有很多人会这样讲 说那我怎么去写呢 我如果写 写出来像个食谱 怎么应配什么 要怎么去把那个日常生活里面 我真的有感情的那一块 要跟这个东西结合 当然我会跟你讲 你就去翻翻宇文正的这本书 维唐年代或维延年代 你看人家怎么去 把这个感觉加进来 通常你碰到别人 来跟你请教 因为你有双重的角色 既是作家 又是一个复刊的主编 那怎么写 写作 你会怎么回答 怎么写作 其实像你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说这个食物 你会做这个菜 你怎么把它写出来 但事实上 那个食物 它其实只是 只是一个象征而已 除非你是写食谱 如果你是要写作的话 其实那个食物通常只是 只是你想要寄托的东西 所以从这个食物的勾引 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有背后有一个 你很独特的对它的情感 其实你要写的是那个东西 这就是要说故事 对 那食物只是在里面扮演一个 一个 它从气味 或者是从那个味道的那个 的勾引 把你的那个情感 把它找出来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 可以想一想 当你问宇文正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想想 如果你很喜欢看电影的话 你想想看 每个电影都在讲一个故事 可是讲的手法完全不同 有人会突然间 从一个角度插进去 然后等到你看了三分之一后 你才知道说 哇原来他是要讲这个 也有人就平铺直竖 但是也很动人 也有人会从尾巴开始讲 对不对 从倒序的手法 先让你看到结论 然后最后再慢慢抽丝剥茧回来 原来是怎样 所以这就是 其实跟写作很像 但是终究还是要 你要先进来 试着写 写久了以后 你慢慢就抓到 你要表达的 美美嘎嘎的技巧出来了 我相信做个副刊的主编 宇文正 一定看过 太多太多各种不同的写法 可是我比较想跟文正呼应的就是说 你刚讲的 那个特别的感情 到最后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如果没这个 你讲了一大堆花招 其实就像敲锣打鼓一样 敲了个半天 主旋律到底是什么 大家还是没听到 对 所以那个故事本身最核心的那个部分 你要能够去挖掘它 而且 人也很奇怪 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很多琐碎的东西 我不晓得 我后来因为写了日常极永恒这个四十封情书以后 我就一直常常喜欢在演讲中讲 很多日常的东西到最后 你在某一种情况下 你生命中 真正想要抓住的 常常都这个东西 对 常常都这个 像你刚才讲那个葱油饼 我就想起来 以前我是眷村长大的 村子里的叔叔 因为他们来自各个省份 每一个都很会做菜 然后山东人就是会做葱油饼 然后浙江人他就会做考夫 像我爸爸是福州人 他的红糟 他的红糟鰻鱼 我觉得是天下无敌 红糟鰻鱼 哇 我很久没吃到这道菜 可是你知道他们 因为我们那是海军眷村 其实这些年轻的男人 他们当时很早就离家 我相信他们在家可能没有 没有做过饭 没有下过厨的 他其实是 然后他们 他们海峡隔绝 他其实是透过食物来回忆 他的 那就是他的乡愁 而且有很多 一方面是对他们来讲 那是最省 最省钱的方式 第二个就是说 几个人凑在一起 买一些菜 某种程度上像你讲的 也是在拼凑 那个乡愁的图谱 对 还有一块也很重要 其实他们到底做菜的口味 是不是跟他们当年 妈妈做的口味是一样 都很难讲了 对 可重点是他们利用那个机会 在回忆 回忆妈妈怎么做 然后大概 然后再加上 有一些东西 说实在的 台湾也不容易 找到那些食材 所以他们也要迁就 也要迁就 就像你在书里面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 你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讲罗勒罗勒 可是在台湾 就九层塔 对 就用九层塔 来替代它 或者来当做 其中的 这种调味 它就有它独特的 那像这种东西就是 其实是跟着时代 跟着那个地方的风土 它其实会迁移的 它也在变化了 所以有时候 我记得我看过 好几本别的书 他们也是在讲说 他们在追索一个 食物的演变的时候 其实就看出来 那个族群的演变史 对 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 为什么说台湾做的 某一些闽南的菜 它就跟大陆福建 已经有变化 理由非常简单 两三百年了 对不对 两三百年的这种 移民牵动的历史 它当然就跟着变化了 对 要走到东南亚的 会稍微甜一点 其实台湾也一样 南边的 南部的跟北部的 有时候在甜度上 就会不太一样 这也跟饮食习惯 跟气候都有很大的关系 对 那你希望在 像维盐或维田的 这个 因为这里面 还有一点比较特别是 你有蛮多虚构的部分 我怎么 其实是小说 没错 没错 是小说 那这个虚构的 这个部分的话 又怎么跟 我们在日常里面 散文里面常常被人 会认为说 就是你 就是你的日常生活 那虚构的写法 会不会更 更自由一点 你的空间会更大一点 当然 当然 我其实在写 跑出上一本 跑出时光 那个整个是 是散文嘛 然后到写 下一本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不想要重复自己 对 所以我 我后来 采取了小说的方式 但小说里头 一定会有 作者个人的 生活的片段 那当然 就是这个虚构 要使指 从自己的日常的 或者一些记忆里头 去充实它 可是 可是采用小说的形式之后 我觉得反而是 海阔天空的 对 因为读者基本上 比较容易从 这是真的吗 真的吗 然后他们还会去找说 哪一篇是 是真的 哪一篇是假的 你讲的 这个对于写作者来讲 实在是有时 蛮大的压力的 你要对号入座的话 那写作者就觉得 非常非常穷 困窘了 所以只好一个办法 就是说 一开始就摆明了 全部是虚构的 你不要自己跳进来 对 但是就像你说的 写作人不可能 不从自己的日常生活 去推嘛 对对 就是说 所有的伟大的作品 或者是 或者是各位看到 你喜欢的很多作品 大概作者的生命 都在里头了 这个跑不了 只是说他 到什么程度而已 对 所以你刚刚说 怎么样写作 其实他的一个大前提是 我觉得好好的生活 是写作很重要的部分 好好的生活 可是还是有一个关键 文字呢 文字的那个磨练 文字的那种精炼 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怎么把一个文字 给训练的很好 那真的还是要多 还是要多阅读 多阅读 而且 其实像我现在又重新 再看《红楼梦》 我再次看他 我觉得他 里头的那种鲜活 我觉得每一次看他 我都可以得到很多的养分 怎么样写对话 怎么样 真的 我觉得 奇怪 好的经典 他真的永远永远不过时 所以讲到一个关键了 就多看一些好的作品 还是一样 你自己同时 也是个复刊的主编 但像现在年轻时代的 文字的风格 你要让自己 怎么样去调整到 你又可以去接受 但又跟你自己 常年的 在一个复刊 所培养出来的 某种文字的美感 美感的标准 又能够接受 你怎么去 我是很好奇 其实我常在年轻时代 都看到很棒的文字 其实他们会把一些 就是很新的概念加进来 像我最近 我们最近的对谈 是纪大伟跟李平遥 李平遥很年轻 里头 我觉得 就是他把一些广告词 什么热 本来是什么 那个服帽 热热喝快快好 他就把它拿来 翻转 翻转过来 读起来很棒 很过瘾 这也点出了 因为年轻时代 一个跟我们四五年级 之前的朋友 成长年代很大不同 是说 我们当年要吸收 这种文字的养分 可能就在所谓的 文学经典里去吸收 可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日常生活里面 欧化着句子 广告 影像 他在这里面 所以你说 他的文字的风格 当然跟我们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这是好事了 每个世代 都是他自己的 新的美学的标准 没错 好 我们带回来 继续跟联合报 复刊的主编 宇文正 知名的作家 郑宇文呢 来聊他的文字生涯 今天六点到七点钟 我们访问的 这位作家朋友 宇文正很特别 他自己编副刊 所以长年以来 文坛或者是 文化界的朋友很多 他最苦恼的是 不是没稿子 是稿子太多 怎么样给人家say no 第二块呢 我们刚刚聊下 我觉得他也 他也从他的谈话 也很好 怎么样子 一直与时俱进 去欣赏更年轻的作家 他们在一个影像的年代 广告充斥的年代 欧语的翻译的 各种字体呢 更普遍的年代 里头长大 那他们的文字风格 当然跟过去的 经典的作家年代 是很不一样的 那他怎么去接受 怎么去在这中间 找到一个复刊 维持自己的标准 但是又能够 跟年轻的时代对话 那更重要的是 他下了班回家 他怎么跟他的家人 透过饮食 透过烹饪 通过做便当 来善尽一个 做妈妈的责任 跟一个妻子 跟先生之间的互动 那为了怕别人想太多 所以他都用虚构的方式 来写成小说 好 这样讲起来的话 你其实对于自己 的人生走到现在这样 你应该觉得很美好吧 喜欢文字 做了一个跟文字 有关的工作 然后自己也喜欢做菜 也喜欢做饭 然后做菜做饭 这个事情 把一个妈妈 跟妻子的角色 又扮演得非常的融洽 然后这里面又不失为 做一个女性的上班族 职场的 某种独立跟自主 不是很完美吗 被你讲起来好像吗 好像好像 就非常完美了 对 其实蛮多人会问我说 你到底怎么 怎么办法 同时做这些事情 这都是要花时间的 对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 每个人有自己 人生的优先选择 那就是说 你觉得最重要的东西 你把它做好 然后不要要求自己完美 你刚刚讲好像很完美 其实我 我反而是相反 我觉得 我就是追求不完美 我才可以把 我想做的事情做好 也就是说 努力的做 但是不会用 所谓的完不完美的标准 把自己给框住 对 我们就尽量的做 对 如果那样你始终活在压力底下 对 你会继续的在写这些 关于烹饪的 饮食的这些文章吗 希望 有下一步 下一步有着规划 一个新的新的题材吗 还没 还没 才刚刚出呢 你都时间 什么时间写 我都是早上 哦 所以我生活很规律 对 对对对 因为你也算特别 因为你的工作时间是下午以后 进到办公室 一直做到差不多接近晚上 对 然后晚上我还要煮饭 然后你回到家 还要再散进一个 回到家里的妈妈 太太的角色 对 我只有早晨时间可以用 所以晚上也不会太晚睡 大概就12点多 哦 所以早上到中午出门 这段时间 就先生也出门了 小孩也都出门了 这个时间是你的 做完了家事之后 对 会有一点时间 对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写作总是要在三更半夜灵感才来 可是你晓得因为我后来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不只是早上 我就说我的 我养生的喜欢是我随时都可以写 尤其是现在你晓得 手机非常方便 手机里面的那个文件档 那个文件档是很方便的 我只要想到我就 我就动手写 然后用睡的时间把它串联成 写完 我觉得对于忙碌的人 真的是强烈建议 就是 而且有时候那个感觉 其实你没有立刻把它捕捉住 你等到你有时间 那个感觉已经不见了 没错没错 以前我手写的年代的时候 是带个笔记本 或者是开车的时候 突然有个灵感来的时候 我车上会放个小录音机 就拿起来就练两句 等到有空的时候听一下 有感觉就写 没感觉就算了 就不要它了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手机 用手机太方便了 真的太方便了 所以有时候我常在想说 就我们聊到不同的世代 唯一不变的就是说 你终究是要透过文字 我想我对我们来讲 对写作人来讲 我们终究还是要透过文字 去表达我们心里在想什么 以及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想的东西 透过文字把它铺陈出一串 文字出来 这个是还是不变的 那可是工具真的变了 对 再也不是过去用笔啊 用原字笔或用钢笔 我其实从来不排斥 这些载具的变化 没错 可以善用它 我想这的确是 可是载具本身的变化 也对写的 写作的风格是有变化的 对 对对不对 比如说我用手机这样写 我这两年我就发现到 我就不太喜欢用太复杂的句子了 我喜欢用比较短一点的句法 会会 对 然后喜欢用比较画面一点的句法 好 那就表示说 还是跟我年轻的时候 纯粹文字思考的年代是不太一样 嗯 这个也是 也是这也是一个趋向 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 它隔一段时间之后啊 我觉得是可以来研究一下 现在的脸书或什么 它对于整个 还有包括它是不是会导致那种小诗的盛行 我觉得这些都都值得被观察 值得期待的 脸书的盛行或自媒体的盛行 你自己这样长期的观察 你觉得他们创造出来的某些文体 文字的风格 甚至题材 很明显的有一些变化吗 比如说我也看到像洛以军啊 这些啊 从文字 虽然比我年轻很多 可是文字世代这些作家 他们也试图在脸书的风格里头 尝试着写一些新东西 对 他有他的脸书 对 对 或者是 我会看到有更多小品文 或者是短诗的 而且你知道现在书 在出版市场里头 好像诗还卖得比小说伞 我觉得我怀疑 怀疑是不是也跟现在手机 跟脸书的阅读有关 你讲这也是 我也的确听过出版界朋友讲说 奇怪 诗还卖得不差呢 对 对 对不对 反而是诗卖得不差 对 但不是说卖得很多了 可是以那个销量来讲的话 小说或散文的量的大量减少 那反而凸显出诗的文 诗的那个量呢 看起来 他本来就 本来就 本来就不多 可是呢 别人都少的时候呢 他相对的 他没自己 他没有减少 对 好 这可能有关 对 我强烈怀疑是有关联的 脸书的出现以后 我自己有一个注意到 就是说 大家比较喜欢用一些 自己感觉很 很不错的方式 去表达一些 自己对生活 甚至骂人 嗯 那就是两三句 像你讲的吗 这可能就是脸书 很适当的风格 可是那两三句 要非常的吸睛 所以大家会去钻研 那个短短的字句 好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 来访问到这个 文字首艺人的作者 宇文正 以及维唐年代 和维延年代的作者 宇文正 那就要 在这边就要想到了 我觉得你后面讲的 刚那一段 对想写作的朋友来讲 非常重要 脸书是一个 我都 我也常出演讲 鼓励大家在脸书上 就开个脸书 观察你的生活 慢慢的写 然后配上一些照片 你写着写着 你就会发现到 自己越写越开心 反正你写得开心 更开心的是 出版社会注意到你 出版社发现到 哇很多人来看 你的脸书的时候 他就会来问你说 你这个东西 有没有兴趣 所以你根本不要再担心 但是重点是 你刚刚讲的 那个文字的精练 因为是短 所以文字 但那个部分 你给他们什么建议 怎么磨自己的文字 就是不断地写 对 然后我刚刚不是说吗 现在诗卖的很好 读读诗也很好的 我完全同意 我自己到现在为止 还保持一个习惯 就没事呢 晚上睡前就看看诗 不止现在诗 也包括古典的诗词 就是在那边去磨那个字 对 看看人家的句子 是怎么写的 其实有时候最古典的 反而是最前卫的 好 我们常说 人生像一条河 或者是像岁月像一条河 可是你晓得像李后珠 写 世事慢随流水 好 这六个字 世事慢随流水 你看写得多好 就把这一个千古以来 人的对于时间的感慨 跟一条河流的互动 就把它点出来了 六个字 写得多漂亮 所以我想这个精简文字 可能是我们今天访问 宇文正呢 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建议了 好 喜欢文正的朋友呢 宇文正的朋友呢 维唐年代 跟维延年代 这本书 以及文字手艺人 都可以让各位呢 来试试看 一个美好的文字年代 其实正在我们前方 不断的在铺陈 感谢宇文正 谢谢 好 也希望大家 继续支持联合报复刊 五点到七点节目 今天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了 请待会儿 各位继续收听 What's up musi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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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